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有感觉到主今天在这里吗 有吗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不论你是什么时间观看到这个信息 观看到我们的聚会 我也愿神与你同在 主不在诗歌里 主也不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主在你的心里 因为当你开口唱的时候 主就进到你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神 是因为我们自己去面对那些难处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已经就像刚刚今天的 这个Jacob说的 他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那是因为你觉得没有人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感受到主同在 主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在你的身旁 那你就不需要害怕了 所以感谢主 今天主在我们中间 Amen 再跟你旁边的说一次 主在我们中间 主在我们中间 那今天呢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叫做恐惧战尽的同乐会 那今天我们的副标题叫做 你需要做一个改变 这是一个系列的信息 我会分三次来分享 那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 你有没有参加过同乐会 这个除了每一个学期 都会有一次的交友远足之外 我想呢 这个另一个我最喜欢的日子 就是同乐会 那我不知道在国内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同乐会这个部分 但是在台湾呢 反正每一个学期 到了学期末 我们就会有一个同乐会 同乐会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就是一起同乐 就那一天老师不会上课 然后呢 老师会把这个桌椅 围成一个正方形 就是平常我们的桌椅 都是排排坐 然后往前看 那那一天呢 我们会把这个桌椅围成这个 圆圈 就大家可以看到彼此 中间有一个方块 大家就是坐着 不是面朝讲台 是面朝彼此 在这个课堂当中 彼此可以看到对方 然后中间那个空地 拿来干嘛的呢 就是待会儿大家上台 做愚信节目表演用的 大家可以上来分享 那你可以上去表演唱歌 你可以上去讲故事 你可以讲笑话 你可以跳舞 然后呢 同乐会还有一个 真的很快乐的地方 就是因为是在课堂当中 在这个教室里面 一般在教室里面 是很严肃的 老师上课你不能讲话 但是那一天 大家不仅可以讲话 聊天 跳舞 老师上课平常不能吃东西 但那一天怎么样 你可以带东西随意地吃 还可以彼此分享美食 可以吃零食 可以喝饮料 就不能喝酒了 喝酒也太夸张了 所以呢 那一天 甚至 我还有看过 就有人直接把漫画 放在桌上看 因为他觉得这些表演 都太无聊了 笑话也不好听 所以老师也不会骂他 因为就是同乐会嘛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大家在一起 非常的快乐 因为可以分享零食 可以分享饮料 可以分享笑话 那为什么不能够 分享你的漫画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漫画 其实喜欢 可以分享给别人 小说可以分享给别人 哇 你看听我讲完 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一个 非常开心的一天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人 会管你的那一天 一个学期 会有一天 这样的一个时光 我现在光回想起这一天 我心里面就 不自觉地开始喜乐了起来 好像又回到这个 童年的时光 好 不过那就是 童年时的快乐 我用比较残酷的讲法呢 就是那个是一个 回不去的金色年华 因为当我们年龄 渐渐长大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所谓的童乐会 好像已经不再是 这么单纯的了 我刚讲的是 小学的童乐会 小学时候的童乐会 你想想 现在你什么时候 会开童乐会 你现在童乐会 现在你 什么时间 比如说 这个放榜了 你考上好学校了 你会不会三五好友 聚集一下 庆祝一下 对不对 那是一个童乐会 开个童乐会 庆祝一下 但是请问 你在那样的童乐会当中 对 放榜了 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但你真的快乐吗 你是不是在想 这接下来学费可不少 特别在美国 大学 长春藤 对不对 大家想挤进去 考上了名校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怎么毕业呢 你不用想说 你是不是认真念书 用成绩来毕业 你光想你每个月 你每年你要缴 那个学费的压力 生活费的压力 可能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 所以能不能够念毕业 还不知道呢 在这场童乐会当中 你可能就开始思想 这些很恐怖的事情 被工作录取了 薪水还不错 开不开心 哎呀 大家 三五好友 邀大家来庆祝一下 开个童乐会 可是在童乐会当中 你是不是也会担心 能不能够和同事处得好呢 你是不是能够 真的胜任这份工作呢 甚至你会想 现在薪水还不错 但会不会有一天 我就被裁掉了呢 对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 在这个童乐会当中 会想的问题 哇 买了房了 开不开心 人生一大要尽 对不对 来个housewarming housewarming party 暖屋派对 大家一起来童乐 很开心 但是当大家走了 你开心吗 我不是说 刚刚被巍巍弄得很乱 你不开心 因为我还邀了 莎莎也一起来 小布罗也一起来 那Clau也一起来 大家齐聚一堂 怎么样 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但是你可能不太开心 不是说被弄乱了 你不开心 而是当夜深人静 你在收拾的时候 你在休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想 这每个月的房贷 都能够确定 缴得出来吗 就刚买房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有时候 楼上有怪声音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我们刚搬到 我们家的时候 每次师母 我在外面 然后在教会 师母打电话给我 你回来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在教会 你要不要赶快回来一下 因为外面有人 我说哪个外面呢 我们家就这么小 我们家又不是豪宅 什么外面 他说那个外面有声音 你要不要回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日照 可能那个木板 起起起起起来的 有声音嘛 对不对 但那个声音还真的是蛮大的 那还好我们是姓主的 我们大概就想说 这个是反正日照 有这样的声音 那一般人大概就说 风水不好 这里面有一些不对的灵 对不对 就是导致于很恐怖 楼上有怪声音 怎么回事呢 但楼下邻居 好像不是很友善 是不是会担心 不是我家 但有些人买房子 可以想说家里面 楼下这个不是很友善 对不对 会想说 怎么这么久 没有看到鹤了 是不是有人在 门口的这个溪里面 下毒了呢 会不会担心 鹤 白鹿狮子不是鹤 就住在森林里 反正你买了房 开心 邀请大家来同乐 很开心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会不会 还是会因着 你所开心的事情 而担心 害怕呢 会 当我这样一说 你是不是就已经 渐渐的能够体会到 进入到我今天 所定的主题了呢 恐惧 占尽的同乐会 其实这似乎才是 我们生命当中的常态 你很快乐 没错 邀请大家来同乐 没错 但是我要说 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中 你我也清楚知道 当我们越长越大 其实并不真正存在 所谓的纯快乐 对吧 你的快乐 就是那一时的 你很想追求 拿到了 很快乐 但是真快乐吗 纯快乐吗 当然我这样讲 并不是要告诉你 好 那你就沮丧吧 来教会 信耶稣也没有用 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讲的喜乐 也都是骗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里面 所说到的喜乐 或是快乐 都必须要加上一个 必要的附带条件 就是要有主 或是靠主 我们来看诗篇 十六篇 八九两节 大家很熟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请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是一首大卫所写的诗 你看他的心欢喜 灵快乐的关键是什么 是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菲利比书四章四节 一起来 请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在说 你们要喜乐 再来背一遍好不好 来 请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在说 你们要喜乐 保罗劝勉 当时的菲利比教会说 如果你们想要喜乐的话 就得要怎么样 靠自己哪里喜乐得起来 得要靠主 所以简单来说 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 我要先这样来提醒你 你这一辈子其实真正存快乐的时间并不多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一件事实 你不要认为说 我来教会 我靠自己 我可以喜乐 我赚钱 赚了钱 存够了钱 买了我想要的东西 我靠自己 我能够喜乐 好像很多人说 我现在人生我已经满足了 但弟兄姐妹 你靠自己 你的满足是有限的 你的满足是表面的 你的满足 当你思想到人生的将来 我说的将来就是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很空虚 因为你什么也没有 所以你不要说 我很知足 在主以外的知足 都是虚空的 你知道吗 唯有认识耶稣基督 你得到了永生的确据 那么在主里你知足 因为你知道 这一生很苦很短暂 我不仅这一生知足 将来我可以与主 一起在永恒里面 哇那更是快乐 你知道微微今年就要四岁了 五月就要四岁了 下个月就四岁 你知道从她的身上 我就看得非常的明显 她现在也会开始 担心一些事了 你知道我之前带她去抽血 因为她不是感冒吗 我发现她的这个 因为我本身肾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对我的这个尿液 会非常的观察入围 那当然我带她上厕所的时候 我也会观察她的尿液 怎么发现 好像感觉跟我的 有一点点雷同跟类似 我会很紧张 我这么大岁数了 对不对 我就没关就这样了 那她不行 那么年轻 怎么可以一样呢 我就跟师母说 我们要不要计划一下 带她去验个血 验个尿 反正就确定一下身体没问题 这样我们也比较安心 然后我们就一直booking 这个要去带她验血的这个时间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说 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怕扎针的 所以我是一个大人 我要去验血前 我其实都很紧张 我其实还是会很害怕 即便我已经验过 不知道我算不清楚了 几百次了 但是呢 我发现薇薇她又去验血的时候 是完全不紧张的 我心里面就想说 为什么会不紧张呢 因为她从来没有验过血 从来没有 所以呢 我们booking的那一天 跟这个诊所约好了 我们就进去 然后她就很开心地跟我们进去 爸爸在哪里 妈妈在哪里 我心里很担心很紧张 因为是我 我就很紧张很担心 而且我大概可以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完全不知道 当她不知道 很天真的又问我说 爸爸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然后我就说 我们要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到一个护士阿姨 对不对 她说你就坐在这 我就把她放在这边 坐在她就坐在这 坐上去 就开始坐在上面 然后就东看看西看看的 她越不紧张 她越单纯 我就越愧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那个心情 因为我深知道 坐在那个位置上 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那个抽鞋桌嘛 抽鞋椅嘛 你坐上去 手要这样放上 一个平台 弄上来嘛 那么小只的一个小宝宝 四三四岁 就坐在上面 手还不够长了 我还要陪她坐在那椅子上 把她压住 好有罪恶感 好有这个 就是我觉得 爸爸没有在骗你 但是爸爸骗你了 因为我把她抱住的原因 就是因为 待会她一定会挣扎嘛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吗 大家都抽过鞋嘛 那个抽鞋的过程 就是她会拿一个皮条 绑住你的手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 然后因为我知道她会害怕 所以我先拿了一个手机 放了她最喜欢看的卡通 放在她面前 这个时候坐下来 直接有卡通可以看 她觉得赚到 她觉得从来也没发生过这种事 通常要看卡通 都要拿东西来换的 现在为什么坐在这个椅子上 就有卡通可以看呢 她也不管 就直接看了 就看了看了看 然后那个护士就开始绑嘛 对不对 护士也有经验 也知道看完 看卡通赶快绑嘛 结果一绑 她就 哎呦好紧 我心里想说 对 就是要紧 越紧越好 因为这样你血管 才会弄出来嘛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血管不出来 然后我开始就很紧张 我比她还紧张 因为我知道我的血管 也很难泡泡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把血管弄出来 第一针要没扎成功 你说大人嘛 咱们还可以就这样过了 那小孩呢 小孩就肯定鬼哭神嚎的 所以我就在那里紧张 当然长话短说 这个第一针扎下去 哇 真的什么也没有 我就看到那个血管 细细的 那个血流到 根本就还没有流过去 就流到这 就没了 她要接了很长的管子 接到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她的那个 收集血液的 这个管子里嘛 这留一点点 我想玩了玩了 她就大哭 因为一扎进去就痛嘛 就大哭 然后我又看血又不动 我想玩了玩了 因为血要动的话 那很快也就结束了 弄完 这样拔起来就好了 没有 怎么办呢 就这样一折腾 就要这边扎一扎 不行 再扎这边 不行 因为换一个护士来 要再想扎这边 我想说拜托 扎我的好了 反正 因为这样东弄西弄的 鬼哭神嚎 那个半天 她最后连这个 这个视频 这个卡通 她都不想看了 我好 当然最后就是 还是抽成功了 但是我问各位 下一次 我再带她坐上这个椅子 进到这个建议 请问 她心中的想法是什么 还是说 爸爸 妈妈 我们要去哪里 看卡通 会吗 不会 你不要说到那个建议 你经过那条路 因为那个就在我们家附近 经过那条路 她就开始恐惧害怕 爸爸 妈妈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弟兄姐妹 我看小布罗 现在还笑呵呵的 现在她还在 她的金色年华里面 我估计 这样美好的梦境 应该也快醒了 和你分享一句话 有一位在洛杉矶 华人教会的牧师 叫钟荣凯 他曾经就说过 他说真正的快乐 并不是毫无恐惧的 而是你克服了恐惧 人生一定会遇到恐惧的事 那你说那人生就不快乐了吗 不是 真正的快乐 是来自于 你知道怎么去克服恐惧 当你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恐惧 跟克服它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毁了 因为你会一直活在 恐惧当中 被威胁的里面 你会走不出来 你会忧郁的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经文很长 我们要请我们的专业的读经员 我们的这个小勇 来帮我们读 《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耶和华在埃及地小域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羊羔 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灵社 共取一只 你们预备羊羔 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药无残疾 一岁的供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烤了 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 要带着头 腿 五脏 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留到早晨 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 当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 手中拿杖 赶紧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因为那夜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身处 都击杀了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 灾秧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 守为耶和华的结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谢谢小勇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对我们说话 这是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 但主愿你真理的圣灵来 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才刚刚过完复活节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做 与耶稣共进最后的晚餐 那就是一个逾越节的晚餐 那我相信这段故事 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 那这段经文的背景 就是神准备要在埃及施行第十灾 第十灾还记得是什么吗 灭长子之灾 那我们都知道埃及 以色列民在埃及做了四百多年的奴隶 这些奴隶呢 以色列民他们的痛苦 耶和华神听见了 所以就差派摩西去和法老 谈判 要让这群属神的百姓得释放 并且离开埃及 进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帝 好 那这段经文呢 就是神透过摩西和亚伦 去告诉以色列百姓 接下来主将会怎么做 然后以色列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好 首先你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这很值得开心嘛 因为做了四百多年的奴隶 奴隶就是很不自由嘛 不自由不说 生活又很辛苦 那今天神就告诉你说 我明天就要让你得到释放 并且还要给你一块上好的地 让你在里面重新过生活 这肯定很开心嘛 对不对 你明天开始你不用上班了 这开不开心 开心啊 而且当然你说不用上班没有工作 那不开心 不用上班了 我把公司给你 对不对 公司的股票给你 我把更好的东西给你 你不用上班 所以你被释放不说 你还拥有了一个很棒的产业 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这肯定是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再带你回到这段经文当中 来想象一下 神吩咐他们要做什么 刚才小勇念了一大串 我们看那个圣经 神吩咐他们要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归纳一句话就是 神要当晚他们聚在一起吃烤羊排 对不对 你看整段经文写得很复杂 但其实你要是活在当下 你就会发现 味道都进来了 烤羊排是有味道的 等一下聚完会之后 我们就一起吃烤羊排 现在已经在烤了 你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有点激动了 对不对 就觉得还不错 我看到很多人就眼睛就亮了 我刚讲半天大家都不想抬头 我一讲大家就抬头了 大家就觉得 网路上弟兄姐妹想说 我也想参加前行教会 对不对 因为待会我们要吃烤羊排 这是个举例 跟你旁边说 醒一醒 这是个举例 不然你现在打起精神 就在等那个烤羊排 讲完道 结果没有 今天没有 好 要败坏 这是一个宣告 这是一个宣告 说实话 今天晚上虽然我们有烤羊排吃 然后我们又即将能够被释放 确实很开心 但是这一会儿外面开始鬼哭神嚎 刀光剑影的 请问你怕不怕呢 即使你要吃羊排 还是怕嘛 所以这是不是一场恐惧战尽的同乐会呢 是哦 而今天我就是想要借由这篇信息来告诉你 今年我们传递的主题是什么 同德美好的果效 说实话 我并不是在用美好来麻醉你 你看这两张图 是不是差很多 这一张是彩色的 很快乐的 很美好的 但上一张图是什么 刀光鞋影的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我不是要用美好来麻醉你 而是我要带你 进入一个现实的状态 这就是现实的状态 就是如果你想要同德美好的果效 那你就必须得要先加入这个恐惧战尽的同乐会 那你说我不想加入 钟牧师 不好意思啊 你自己加入 如果你不想要加入的话 那请容我提醒你 这样你的处境会很危险 你看经文提到 那些不加入的埃及人 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可怕吗 你想要待在外面还待在里面 你想要加入在同乐会里面吃烤羊排 还是待在外面 我想这个 问题啊 不用这样问你来选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希望留在里面 那既然你已经准备好 要和前进教会一起吃烤羊排了 那你就得要知道神对这场同乐会的心意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里学到什么样的一个功课 今天我的副标题叫做 你需要做一个改变 你跟你旁边说 来 什么叫做一个改变 就是你要重新计划 而不是还一直在抓着你过去的时间表 我们来看经文 12章2节 一起大声来读 一起来 请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再读一次来 请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这一段经文在这里面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代表了神对于这场同乐会 对于他们即将要有新的身份 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命令 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 明天你们会被释放 会得到自由 但是你们要记得 要改你们的行事历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好 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在这场同乐会之前 以色列民的一月 正月就是一月 一年之首就是一月 对不对 以色列民的一月 其实并不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在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月份是雅比月 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 尼散月 那是他们民事历当中的七月 七月 也就是对他们来说 一年其实已经过一半了 但是耶和华神 却要他们重新计算 把这个月 从现在开始 把它当成是正月 就是一年第一个月 我想到这个 我就想 我们今年都已经过到四月了 如果今天上帝的命令来 钟荣凯 带领前进教会 我们重新计算 五月份算一月 重新来 麻不麻烦啊 挺麻烦的耶 你有很多事情要推迟 要延迟嘛 要改变你的计划嘛 你会说没关系 反正就这样嘛 反正一天当一天过 那你是没计划的人 真有计划的人 那你要改形势力 一下改这么多 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经文这边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神要他们 现在就把这个 你们已经过了一半的年 从现在再重新开始算 那这代表什么呢 就表示说 现在开始相当重要 重要到 可以把原本的日期都改了 一切就从现在再开始算 弟兄姐妹 请问今天面对到神 即将要带给你的改变 还有计划 请问你只是在期待 上帝做事 还是你自己先愿意改变 这是我很想问你的问题 往往我们来到 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什么 我们都是期待 神做事就好了 主啊求你做事 求你成就 求你帮助我 我们都会这样祷告 但是可能我们都忽略了 我们自己也要做些什么吧 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改变吧 神把日期都改了 难道你还不改变你的形势力吗 请问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把形势力摊出来 说主啊救我 帮助我 带领我突破 但神说来 把形势力改一改 这不能改啊 这我计划很久了 这一改 签一法动全身 有很多事情要重新联络 有很多事情可能受了影响 有很多事情可能就没了 所以神啊不能改 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 求你改变我 求你带领我有一个突破 神说先把形势力改了嘛 主啊不能改啊 你罗生门啊 不是罗门 是罗生门 你是不是觉得 你在祷告当中 就一直在跟神绕圈子 神说我没有不帮你 改形势力 我不想改 我不能改 我不愿意改 你有一大堆的理由 然后你呼求很大声 祷告很迫切 为什么 因为事情还是没有被改变嘛 所以还是参加祷告会 还是来服侍 还是来敬拜 但是你很痛苦 你很难过 你觉得这位神离你越来越远 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改变你的形势力嘛 很多人在祷告当中 求神要医治他 我之前上吐下谢 那我也向神祷告 主啊 求你医治我 但我问你 我上吐下谢 身体不舒服 但如果我还是大吃大喝 我还是吃辣的 炸的 我都不忌口 然后又晚睡 该吃药也不吃药 然后也不运动 请问你 我生病是因为神没有保守我呢 还是我自找的 你讲得很大声 那你就要把它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OK 说我很容易 对 听起来就是你自找的嘛 对不对 你应该注意饮食 应该注意你的生活作息 应该自己去照顾你自己的健康 这些你基本该做了 然后你还生病 你再来祷告嘛 我们都很会 但弟兄姐妹 同样的 你知道看别人 你要先改这个改那个改那个 事情才会有改变 你跟神祷告的时候 神也是这样说 曾经有在国内的一个网友 他透过微信和我交谈 他想要我为他找工作来祷告 他已经忧郁症了 因为他已经好 可能一年了 在家里面等工作 等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的生活 他的家人也攻击他 然后说他的信仰这个怎么样 你这个怎么就懒在家里面呢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 他说 因为如果我去找工作的话 我就是走在上帝的前面 所以我必须要在家里面安静等候 他听许牧师的信息只听一半 你知道 安静等候不是这样用的 许牧师也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觉得安静等候比较舒服 出去找工作多麻烦 他说他有射拱 所以他打电话 他有这个障碍 所以他不愿意踏出那一步 他连下楼去喝豆浆 去吃个油条 他都有困难 所以他后来选择 许牧师说的安静等候法 就在家里面安静等候 等了一年 什么电话也没有 我说这个会有电话打给你才有鬼 对不对 牧师怎么可以这样讲 我说肯定是有鬼的 因为今天神怎么会让你揽在家里面呢 我说 你现在都有忧郁症了 对不对 他说对对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有鬼嘛 你不愿意突破你自己 不愿意去做你该做的那个部分 请问是神没有保守你 还是是你自找的 就是你自找的嘛 所以我说现在 你必须要做一个改变 就是现在从床上起来 穿好衣服 把窗户打开 让阳光照进来 然后走出去 到你的小区里面 买一份报纸 找一个豆浆店 买一个油条 站在豆浆里面 一面吃 一面找工作 翻开找工作的那一页 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电话 周牧师 你这个是在走在上帝的前面 我说不是 我说神宁可你起来走一走 也不希望你一直躺在那里 起来走一走 至少还表示 你愿意为这件事情来做些什么 你躺在那里 不就只是想要把责任 完全的推给神而已嘛 我告诉各位 基督徒最会来这一套了 就是不想改变 但是就是拼命来教会祷告 拼命来好 拼命来宣告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你这祷告不会有效果的 因为 神说我要你做的 你做了吗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要以本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重新计划你们的工作 你们接下来的生活 是一个崭新的生活 我知道你们面对新的生活 你们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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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不起 你们要恢复 你们要得到这个自由之声的时候 你们的观念一定要很清楚 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改变 不要再抓住那些过去的东西了 你知道我刚刚开始学声乐的第一堂课 我其实在准备进入音乐系就读之前 要先考嘛 那要考之前还是要去上课 要去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心里在想 我学声乐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在教会唱了蛮长一段时间 唱诗班 从小在教会唱歌 又唱诗班 这个唱歌对我来讲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唱的应该还可以 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师 声乐家 然后呢去他家上课 那我想说 应该也可以得到一个蛮好的礼遇 然后呢 他说来 钟中凯 唱一首歌 来听听看 看一下你的程度在哪里 我就唱了一首诗歌 我就 唱完了之后啊 老师就说 嗯 好吧 非常好 好的就是 嗯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 因为你等于不会唱歌 你可以重新练 那不好的就是 你唱的真的很烂 然后我心里想说 你再说一遍 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 唱诗班 唱假的 对不对 他说 你自己想想看嘛 你唱歌有支撑吗 你唱的位置对吗 然后随便在钢琴上 按一个音来你唱 我还真唱不到 那也不是一个很高的音 他说 钟中凯 你连这个音都唱不到 你唱什么声乐 他说 那我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 他说很简单 重新练 把之前所有你的东西 全部忘掉 我说怎么可能 忘掉就不会唱了 不会唱怎么来找你学 他说 来找我学之前 就要把所有 你以为你会的都忘掉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教会 最近的财务遇到了一个危机 同工们呢 目前的计划就是先暂停 会后的吃饭 不过我们已经暂停了 一个多月了 好像还是有在吃饭 很奇怪 这我讲起来也是有点好笑 但是暂停教会的吃饭 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一个改变 甚至我们也在考虑 要退租这里的场地等等 这样的一个做法 面对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危机 这个是教会接下来 很有可能会做出的改变 那今天我也想要问你 面对这个属灵的家 请问你会为他 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 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不干你的事 属灵的家 也在一个危机当中 你愿意为这个家 做出一个改变吗 你说我的改变 跟这个家大概没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因为你的改变 是在灵里的改变 我要说的是 当我们在灵里 对了 神就工作了 你不要认为 你要做的改变 就是去学钢琴 然后加入敬拜团 你能做的改变 就是好像做一些 看得见的事情 不是 你应该要做的改变 是你在灵里的改变 你对上帝的态度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是你来教会 我也不知道的 我也看不出来的 但是 当你在灵里 做了一个改变 你回应了主 把你的计划改变了 按着上帝的计划 我告诉你 你加入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要稍微严肃地 来提醒你 如果你觉得 教会 现在遇到的这个危机 这件事和你没关系 当然我也无法勉强你 或者是你遇到 你现在生命当中的难处 你觉得 没关系 得过且过 算了 我当然无法勉强你 但是我也要很遗憾地说 这场同乐会 似乎也就等于 没有你的份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要 为了这里做出 任何的改变 那你也等于就不在意 神在这里 即将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很现实的就是 神接下来 要让我们 同得什么美好的果效 也就没你的份了 对吧 那你可能会说 我需要做什么改变 你想一下 当耶和华已经发出命令 要他们当晚聚在一起 并且接下来在外面 会开始进行一场屠杀的时候 我先问你好了 你想要待在外面 还是待在里面 你想要待在里面 当然是待在里面 另外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的是 那请问你 待在里面要干嘛 吃羊排 很好 很懂 十二章四节的后面 你们预备羊羔 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经文说 要预备羊羔 然后还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第五节说 要无残疾 一岁的供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了 你如果想待在里面 你要加入这场同乐会 那这么多的工作 谁做 你要做什么工作 你得要预备羊羔 对吧 我也想吃烤羊排 谁不想吃烤羊排 但是没有人预备拿来的羊排 只有人排 而且这个羊羔 还得要挑选 要无残疾的 要一岁的供羊羔 如果是去羊圈里 随便抓一只 就抓过来 那很容易 什么叫挑选 就是你得要过去找 这么多只羊 你得去找 得去挑 没有了 还去邻居羊圈里 跟人家换 对不对 因为耶和华神的命令 如果没有绵羊 那山羊也行 总之就得要有人去预备 你觉得 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做 你可以做这件事吗 谁能够去找羊羔的 进传道不行 他看到也抓不到羊羔 他看到也抓不到羊羔 Tina姐是不是 Tina姐在船上 再来 再来还得要有人 去评估一下 人数和饭量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活 因为今天有周牧师 这个肉量的预备 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有没有黄黄 那差很多 其实没有他 少预备一只 有他 那就三只 对不对 这个有时候你得要看 对不对 金益姐夫人哥来 那不得了 那还要再跟隔壁邻居借 请问谁要去问这件事 后面的经文还写到 要把羊宰了 代表要有人去料理 去生活烤这个羊 是不是还要有人生炭 会生炭的举手 对不对 就是有人要做这件事 而且经文写得很清楚 一定要烤的 不能水煮的 而且烤生炭很重要 烤的干巴巴的 你开心吗 你不开心 一定要刚刚很juicy 对不对 我们上次吃的羊排 我们的这个艾燕组长 烤的好不好 给大家一个鼓励一下 对不对 我们是扎扎实实地用烤的 虽然不是用生炭烤的 可是它烤得很juicy 这很重要 烤了一群黑炭出来 对不对 那要换一个人烤 对不对 浪费这个羊 另外呢 金文还写到 要把羊膏的血 特别流下来 然后得要有人 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对不对 第七节讲到 第八节还说到 要预备 无酵饼和苦菜 请问弟兄姐妹 这些繁复的预备 我们都想要待在里面 我们都想要吃 都想要喝 都想要闻到 烤羊排的味道 但是你要闻到 烤羊排的味道之前 你要先去闻羊烧味 你要先去采羊大便 对不对 你要把它抓过来 然后它还会对你吐口水 它搞不好还会 撒尿在你的腿上 你只想闻到 烤羊肉的香味 你有想过 要做这些事吗 你要生炭 要把手弄得脏脏的 你可能还会被烫到 有这样的风险 你要窄羊 那个羊那么容易 让你窄吗 你是不是要突破 自己的心理障碍 一刀闭着眼睛 一刮 刮到自己的手 对不对 然后还要把他的血 弄出来 收集起来 爬个梯子 站在那边涂上血 弟兄姐妹 有这么多 繁复的工作 我要请你想象一下 当你在那里 涂血的时候 难道 不会有埃及人 经过嘲笑你吗 会吧 他觉得你们无聊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真的神话故事 看太多了 你们真以为 会发生什么事吗 说实话 你现在是读这个经文 你很清楚的知道 会发生 所以你是站在 这样的一个基准点 去看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说 待会你就知道了 你试试看 但是 活在那个年代 你自己去想一下 搞不好 你自己都在怀疑 灭命的死者 来杀长子 是怎么杀 怎么个杀法 真会来吗 我在那边图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蠢 真的是被笑得 我自己也没什么底气 是不是 弟兄姐妹 人都一样是软弱的 但是这些工作 是不是都得要有人做 不能够只有一个人在做 所以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是以家为单位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不是家 家是一群人 孙子经文还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家的人数不足 就跟别人并做一家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要有教会 为什么我们要有聚会 因为聚会 我们可以建立关系 增进彼此的信任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 让我们可以知道 你该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这就是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透过这节经文 告诉我们 在这场同乐会当中 我们确实都很想要 避开这个苦难 我们很想要进到 这个同乐会当中 我们很期待 我们被改变的生命 我们即将要拥有的产业 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到 我们在这场同乐会当中 是有任务 是有责任的呢 这些的工作和任务 今天的你也愿意一起承担吗 今天的信息要结束了 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的教会 也正在这场恐惧 战尽的同乐会里 过去这几年 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可能你会觉得那些的变化 在疫情之前 好像也不太干你的事 有些地方打仗 有些地方闹饥荒 水荒 森林大火 反正我们在这里 还是有冷气吹 还是有东西吃 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疫情之后 你还这么有底气吗 一场疫情 让教会门都关起来了 人与人都不能够见面 教会似乎也在经历 严峻的考验 今天我们又能够恢复聚会 我们坐在这里 吹着冷气 唱着敬拜的歌 听着讲道 我们很开心 一会儿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吃 好像我们一切都回到以前 但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有疫情 这个世界的动荡 就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在享受那个存快乐 因为没有存快乐 没有真正的那种平安的喜乐 我们待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在这里同乐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得要战战兢兢的 今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不要待在里面 但我也要按着神所托付我的职责 诚实地和你说 如果你就是不想要待在里面 不想要回到教会里 那么当主审判临到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 到时候门一关上 你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了 我要你回去复习一下 过去挪亚方舟的故事 你读挪亚方舟觉得很神话 觉得是 哇对 要是我 我一定赶快进到方舟里 但现在的人 有说要是我 我就赶快进到教会里吗 要是我就愿意赶快来信耶稣吗 没有 所以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一样 甚至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 连基督徒也是一样 如果你自以为 你已经坐在里面了 你一会儿可以享受同乐会了 可以吃烤羊排了 那我告诉你 你大错特错了 因为你并没有做改变嘛 神要你做的 你做了吗 神要你改 你的行事力 你改了吗 你愿意突破吗 如果你愿意待在里面 那我要来提醒你 就是你得要做出一个改变 就是用行动来证明 你是属于这里的家人 如果一直以来 你就是那种不温不火 只是来聚会的会友 那今天我就要鼓励你 请你改变 这样的个性和习惯 请你就一起参与 在这场同乐会的预备里 你可以加入敬拜团 你可以帮忙煮饭 你可以帮忙架设器材 可以帮忙关心 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牺牲几次的享受 用金钱的奉献来支持教会 正常的运作等等的 我还是说 你的改变不是 只是在眼见的 在外表的 而是更是你在灵里的改变 你愿意突破跟上帝的关系 你坐在这里 教会就不一样了 氛围就不一样了 敬拜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诚实的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常常有机会到外面去讲道 我到一些不同的教会的时候 说实话我站上去 我就可以感受到 当场弟兄姐妹 邻里的属灵氛围如何 很明显 你上来讲话 你看大家眼神就知道了 是渴慕是不渴慕 是想睡觉 还是觉得赶快下台 在敬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邻里的回应 弟兄姐妹 我诚实的要提醒你 我去那么多的教会分享 我看到那么多的教会 都是死气沉沉的 不是都老 但是有很多的教会死气沉沉 我就很害怕 我回到我的教会 我就在想 我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死气沉沉的教会 当主来的时候 是被审判的耶 死气沉沉的教会 当灭命使者进来的时候 是进来杀的耶 你以为坐在这里是安全的吗 不是 你会祷告 你会唱诗 你有奉献 你参与服事 你不是安全的 因为你不愿意在主里 做一个改变 你跟神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 虽然今天的这个信息 感觉起来很恐怖 这样的同乐会 似乎是真的很恐惧占尽的 但你还记得 我前面所提到的吗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并不是毫无恐惧的 而是我们懂得 怎么去克服恐惧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外面的这些风暴 并不会影响我们 而我们只需要好好的做 在这场同乐会当中该做的事 而你该做的就是一个改变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享受 接下来神所为我们预备 那一切的丰盛了 Amen 今天你愿意在上帝面前 做这个改变吗 我还是说做一个改变 不是只是外表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那个改变是你在灵里 跟主的关系 愿主今天亲自对我们说话 信息很简单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新造的人 什么是新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嘛 如果你还跟以前一样 你就是个旧人 旧人 怎么会在耶稣基督里呢 旧人进到耶稣基督里 就成为新人了 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改变 你是旧人 你就是在外面的人 所以为什么那么严肃 不是说今天我想一下 我还是要待在里面 但我想一下 我待在里面 你让我想一下 我要不要改变 不是耶 你不改变 你就是外面的人 只有改变 你才有资格坐在里面 吃烤羊排 只有你愿意把形式力改了 你才能够拥有 犹太人的血统 你才能够进入到 犹太人的世界 为什么进入成为 犹太人这么重要 我不是说你血缘上 要成为犹太人 而是象征性的意义 就是当年 如果你不是犹太人 你不愿意做这些改变 那你也会受到 灭命使者的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敬拜当中 求神来帮助我 圣灵光照你 让你看出 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奉主祢明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